大家好,欢迎收看今天的财经及时通,我是静婷,让我们欢迎财经专家利友,早安利友,哈喽,静婷早,各位全国的观众朋友,大家早安,空单大增表示散户抗跌台股,但是为什么?散户到底在怕什么? 好的,那我们就来跟各位分享一下,最近散户到底在怕什么呢?因为他对于台股是非常的恐慌的,好,我们看一下,最近有一个消息,就是这个叙利亚的军政府,他竟然拿化学武器攻击自己的平民,这真的太夸张,太不道德了嘛,所以,对,连旁边的国家看不下去,这以色列他就发动F15来空袭叙利亚的一个军用机场,那当然国际社会也非常多的一个谴责的审量, 包含像美国,他出动这个核子动力的核子潜舰,核子的潜舰包含,对,包含他的航空母舰,这个杜鲁门号,川普生气了嘛,川普昨天他讲说,飞弹要来了哦,那准备可能在最近72个小时之内,他就会启动一个空袭行动,所以导致于,他投资他会害怕说,这个股票市场是不是会因此的上冲下起,非常的剧烈震荡,可是实际上利友认为,这个只是一个区域型的一个小争端, 顶多美国他也不会派地面部队嘛,他顶多就是派那个轰炸机去丢个飞弹,对,或者是从这个船舰上发射战斧飞弹,就这样子而已嘛,其实股市反映的是基本面,这个只是一个非经济因素的一个小利空而已,而且更何况它是一个区域型的一个小小的争端,好,我们看一下,那之前大家非常关心的,这个是跟经济有关的, 就是美中贸易大战嘛,但是没想到,就是之前习主席他说,中国不会退让,中国要打贸易战,他就是奉回到底嘛,现在又要奉回入转了,没错,现在竟然在博鳌论坛上,习主席他竟然身段一整个完全放软,他说,我们要放宽市场的准路,然后我们要主动创造这个有利的投资条件,那更重要的是,美国,其实他对中国不满,就是说,中国没有 好好的保护智慧财产权权嘛,所以美国启动特别301条款,就是针对这个智慧财产权而来,但中国他现在,习主席他竟然特别强调说,我们要好好的保护这个智慧财产权,而且美国他一再的强调说,中国赚了我们好多钱啊,中国竟然自己主动开口讲说,好,我们要扩大进口,我们要多买一些美国的产品,那这样子贸易战还打得下去吗,是不打了吧,对,根本就不打了嘛,他整个烟消位就完全降下来,所以,这种 经济性的一个利空因素,等于整个都解除掉,那散户在这个地方还增加空单,好,那我们要看下一个 再来,美国,他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叫超级财报之后,就是现在已经开始正式启动了,那我有去查一下最新目前500大企业里面已经公布22家,这22家的企业财报,现在看起来表现都非常亮眼,我们从这个营收的成长率,看起来是成长11.82%, 那盈余的成长率更高,来到36.89%,那为什么会成长这么亮眼,基本上我们知道美国股市,美国这些企业,基本上他的获利成长是好的,但是去年年底,还记不记得川普,他实施一个调降企业税的一个政策嘛,对,他从35%降到21%,所以我们这个税扫缴了,当然就会回到这个企业获利上面嘛,所以对企业获利也会有正面艺术,所以股票市场,他最终还是要 反映这个企业的获利嘛,好,那既然企业获利是好的,当然股票市场,你也不需要太过于担心,好,那我们看一下,有关于台股的部分,台股更是不得了了,台股之前一直,我们看到这个指数,一直被压在所有均线之下,看起来好像弱弱的,但是昨天收盘的时候,竟然站上所有均线之上,而且看起来技术面的指标, KD指标有转强的迹象哦,好像有机会要挑战前波的高点,好,那我们看一下,在这个关键的时刻,赏户在干嘛,赏户竟然空单大增啊,那我们从现在这个图面上来看,最近几天,盘是逐步的往上做电高,那赏户放空,空单来到一个前所未有一个高点之后呢,赏户的空单都是赔钱的状态, 那我们看一下散户的对手是谁,好,大户嘛,我们看一下大户在干嘛,大户它是持续的增加多头的部位,这个五大交易人是市场上交易的金额口述最大的这五大交易人,它是持续的增加一个进多单的部位,这代表说大户看涨,散户是看跌的,好,那我们帮各位做一个简单的整理,就是说目前国际局势,叙利亚战事,它对于这个区域的影响,就是整个影响是 还算不大的,因为全球的股市,它不会受到这个小小的区域的一个战争所影响,再来是美中两国贸易战,它的姿态已经放软了,所以这个贸易战的威胁,看起来已经是比较平淡了,那我们关注的焦点还是在这个企业的财报,企业的获利方面,现在看起来企业财报,企业获利是非常好的,那台股的方面,我技术面已经转强了,那赏户放空,大户做多,那 那利亚真的很替这些放空的投资人感到担心啊,因为我觉得这个盘搞不好,随时随地有可能会再创波段的高点,那以上提供给我们投资朋友做一个参考 按照利亚你这样怎样观察这些迹象以后啊,或许大盘之后真的有机会波段再创新高吗? 对,是有可能的 好,今天谢谢利亚,财经及时通,下一次见